早安你好 欢迎持续加入我们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以离冲突持续升级当中 根据黎巴嫩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的说法 他们承认自从4号的空袭之后 已经跟珍珠党已故的领导人 纳斯鲁拉的潜在继任者萨菲丁失去联络 由于空袭不断 搜救人员也没有办法来到这戴希耶的现场进行搜索 有报道称萨菲丁现在已经丧生 但是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而以军5号也加强空袭黎巴嫩 首次攻击北部城市迪利波里 也炸死了哈马斯的一名卡桑旅领袖 在黎巴嫩南部临近提尔的一个乡村 在以军的空袭下多个地方重担起火 黎巴嫩官员表示 以军近日除加紧空袭南部外 5号并首多攻击北部城市迪利波里 以色列声称 当然的空袭炸死了两名哈马斯 在黎巴嫩境内军事部门的高级成员 哈马斯承认一名卡桑旅的领袖 在迪利波里的空袭中丧生 大批民众上街参加他的葬礼 他当时身在一个巴勒斯坦仁耐民营中 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一同在空袭中身亡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自以军1号在黎巴嫩南部 开展地面军事行动以来 在地面袭击和空袭中 已打死了约440名黎巴嫩 珍珠党武装人员 其中包括30名指挥官 以军在行动中并发现 珍珠党一条隧道 里面有多个战斗用的背包放在地上 显然是一个生活区 有报道称 珍珠党已故领导人纳斯鲁拉的 潜在继任者萨菲丁 也已经在以军日前的空袭中死亡 但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他当时藏身在一个地下掩体之中 黎巴嫩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承认 自从4号的空袭后 已跟萨菲丁失去联络 由于空袭不断 所有人员无法到戴希耶现场搜索 而在寄让黎巴嫩的以色列北部边境 有地区被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击中起火 以军防空系统则不断发射防空导弹 捷机来犯的攻击 以军声称 单单是星期六一天 便遭到黎巴嫩方面 大约90枚各类火箭弹的攻击 当中大部分坠落空地 埃尔树梅击中北部一个阿拉伯人乡村 造成三人轻伤 房屋损毁 北部城市卡尔米埃勒也中弹 面对黎巴嫩的攻击 以色列不断发射防空炮火 上空出现一个又一个白点 不过以军评估近日局势后 放宽部分地区的集会人数限制 有1000人放宽至2000人 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 黎巴嫩外长马卡利表示 黎巴嫩仍然希望寻求停火 及外交解决途径 他并谴责以色列总理 黎塔尼亚胡 企图将黎巴嫩变成另一个袈裟 不过他认为 这会更加困难 代价也会更加高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则在战火之下 从瑞士运送一批 17吨的医疗物资到黎巴嫩 包括外科设备 及相关物资 也处理大批 外伤烧伤的伤者 这批物资将会分发给多间医院 协助挽救战乱中的伤者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以军早前轰炸了黎巴嫩 以东和叙利亚接壤的 过境口岸马斯纳 但当地的黎巴嫩人 还在冒着风险 过境逃亡叙利亚 来看本台记者八字现场的观察报道 我身后碎石瓦利的现场 就是当地被称作 马斯纳的黎巴嫩和叙利亚 交界的边境的小镇 我现在还是在黎巴嫩的边境内 身后不远处 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 以色列方面 对当地的进出黎巴嫩和叙利亚的 这条公路 过境公路的打击的现场 大家可以从我的镜头可以看到 这个当时爆炸所造成的 路面的毁坏程度 是非常的深的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能够绕行的 而且打击的非常准确 就是这么一段 为什么打击这里呢 以色列方面认为 在这条大概是 五公里左右长度的 这条公路路段的附近 甚至是下面 有一条隐藏着 长度达三公里多的一条 珍珠党用来运送 武器装备的秘密的地道 所以以色列方面 对此路段展开了 早前的精准的打击 但是这样打击 所造成的后果 就是当地的平民 他们想越境 过境的话 就变得非常困难 大家可以从我的身后看到 我身后的这些 都是正在过境的 当地的平民 从黎巴嫩那里 准备逃亡叙利亚 暂避现在的冲突的 车上的孩子 还有他们的母亲 就这样静静地等待 自己的父亲 丈夫 健康手拎地 将行李运上车 作为往来于 摧毁了 但面临新一轮的轰炸风险 当地人不分老幼 还是继续自己的逃亡生活 那这条所破坏的 这个道路的总长度呢 根据当地人的描述 在遭到袭击的当天 那从这个叙利亚和黎巴嫩 交界的地区的这个边检站 到黎巴嫩一边 大概有三公里左右的长度呢 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 那最严重的一块呢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地方 这里呢 是当时对打击最严重的地方 另外呢 目前除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黎巴嫩 东部的和叙利亚 接壤的地区之外 现在以色列方面 在过去几天 几乎天天呢 都是在定点的打击 贝努特南郊 真主党这个藏身的地点 而且呢 他们相信呢 还有大量的真主党的行员 在当地活动 甚至还有情报 指挥中心 在那里活动 这也成为了 以色列打击的重点目标 除此之外 在黎巴嫩的东部地区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还有一些 整个沿着这个海岸线的 大概30个城镇呢 现在都是存在 不同程度的危险 这些导致就大量的 黎巴嫩的平民呢 不得不逃离家园 现在黎巴嫩政府方面表示 在全国范围内 有超过900个临时安置点 已经是人满为快 他们没有办法再接纳更多的难民 来安置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黎巴嫩的平民 因为逃离家园 无处可去 这呢 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处境 而且呢 这样子的逃亡的人数呢 现在伴随着局势 迟迟不见降温呢 变得越来越多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黎巴嫩东部地区 和叙利亚交界的 马斯纳 现场带来的观察报道 明报的报道是 以色列在过去的两周 大规模轰炸 黎巴嫩 有英国冲突暴力监察组织就统计 那么这也是20年来排名第二的 全球最密集空袭行动之一 仅次于以加沙为目标的空袭行动 远比于美军轰炸阿富汗和叙利亚 还要来的猛烈 而根据华盛顿邮报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以军在9月23号的轰炸频率 已经超过了每分钟一次 而现在导致黎巴嫩全国有558人死亡 也是自1975年到1990年 黎巴嫩内战以来 当地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只是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 好像也没有停歇了一个迹象 所以多国现在也加紧 从黎巴嫩进行撤侨 韩国就派出了空中加油运输机 接在将近百名的韩国公民 在5号已经反抵韩国 而200多名的撤离黎巴嫩的 澳大利亚公民在5号也抵达塞浦路斯 有民众坦言 黎巴嫩的局势非常糟 再也不会回去 韩国国防部和外交部5号表示 在黎巴嫩的96名韩国公民 及一名外籍家属 搭乘韩国空军一架 KC330多用途空中加油运输机 在当天中午反抵韩国 除了加油运输机 韩国军方还出动 具备短距离起降能力的 超级大利水运输机 应对黎巴嫩机场情况 当局并派遣外交部工作组 和部队医务人员 支援侨民安全撤离 目前仍有30多名韩国公民 没有撤离 韩方表示 驻黎巴嫩使馆将继续 坚守岗位开展工作 另一架撤离黎巴嫩的航班 就搭载了200多名澳大利亚公民 他们在5号抵达塞浦路斯 东南部港口城市拉纳卡 现场有多名澳风工作人员 协助撤离人员 并向他们提供瓶装水和水果 澳大利亚诸瑟普鲁斯大使表示 如果贝鲁特机场为止开放 澳方将致力为其公民离境 提供便利 有撤离人员感谢政府给予帮助 并表示黎巴嫩的局势非常糟糕 很高兴可以离开 加拿大也加紧开展撤侨工作 据报有大约6000人登记撤侨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人离开黎巴嫩 当局正争取在周末 再安排另外2500人离开 总理特鲁多敦促仍在黎巴嫩的 加拿大公民尽快登记撤离 他表示撤侨的飞机仍然有座位 希望所有身处黎巴嫩的 加拿大公民尽早离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随着以离冲突的升级 为了保护在离中国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 一个情况中国政府就组织 两批次一共215名的中国公民 从黎巴嫩安全撤离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资的企业也全力的协助 并且参与转移撤离行动 第一批69名再离中国公民 及11名外籍家属 一号乘坐中原海运集团新厦门轮 安全抵达塞浦路斯 这艘轮船9月30号临时接到中国撤侨指令 当即改变航向 驶往黎巴嫩贝鲁特港 接应中国公民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漫长进港过程 新厦门轮成功靠脱贝鲁特港集装箱码头 船长表示 登船公民情绪都难掩激动 与此同时 国航CCA061逆行前往黎巴嫩贝鲁特国际机场 接应中国公民 并于北京时间2号早5点左右 搭载第二批146名再离中国公民 及5名外籍家属安全抵达北京 除了新厦门轮和国航航班 在此次参与转移撤离行动的企业名单里 还有许多中国民营企业 为撤侨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后备支持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两批次共215名中国公民 从黎巴嫩安全撤离 同时中国驻黎巴嫩使馆 仍在协助留在当地的中国公民 采取安全措施 凤凰卫视总和报道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冲突 造成大量的破坏 由中东的民众就担忧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也希望国际社会尽快的干预 事态发展 自2024年9月底 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发起了多次空袭 目标直指真主党的多个据点 并随后在南部地区展开了地面行动 根据以色列官方消息 空袭摧毁了大量武器储存设施 并击毙多名真主党高级领导人 其中包括该组织的核心人物 哈森纳斯鲁拉 这一打击引发了真主党武装的强烈反应 导致双方的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引发中东多国高度紧张 阿联酋总统宣布 向黎巴嫩提供1亿美元紧急救援 展现大国担当 此举也为黎巴嫩民众带来希望 另一位在阿联酋生活的黎巴嫩人 马赫木德在接受采访时 提到他对家人安全的担忧 和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就是一两个小时前 他们 bombed两个街道 从我住在哪里 是五分钟的距离 那一天 已经差不多一天 没有我和我的兄弟 都睡得正确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电话 在家人的照片 在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的企业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说 什么事 你们怎么办 当前尽管国际社会正呼吁以色列与真主党双方尽快停火 并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但面对不断升级的冲突局势 停火协议的实现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阿联酋的紧急救援资金 无疑为黎巴嫩人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但唯有实现真正的和平解决才是长久之计 凤凰卫视王力 黄力军 阿联酋迪拜报道 那么本轮的以哈冲突自10月7号爆发 战时一周年的时间点也将近了 根据英国的卫报5号的报道 以色列的军方正在多条的战线上扩大行动 其中就包括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报道援引一名以军的官员的话 他提到对于伊朗的重大打击迫在眉睫 也预计以色列将会在未来几天 会对伊朗来发动袭击 同一天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呼吁 停止为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作战提供武器 那么对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回应说 马克龙的言论很可耻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5号确认 以色列两个空军基地在周二遭到伊朗袭击 但仍在全面运作 他指出 对伊朗导弹袭击的回应将在以色列决定的最佳时机进行 英国卫报援引一位以军方官员的话说 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非法袭击 以军正准备对此做出重大而严厉的报复 根据以色列此前声明 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 包括对伊朗核设施和石油生产设施的打击 纽约客杂志指出 以色列空军对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方案跃跃欲试 以色列政府从未向美国保证 不打击伊朗核设施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回应伊朗的袭击 重申这是以色列即将要做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 在第19届法语国家首脑峰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称要停止向以色列输送武器 呼吁加沙和黎巴嫩停火 并建议重返政治解决方案 内塔尼亚胡随后回应称 马克龙的言论无耻 内塔尼亚胡表示 不论是否有西方支持 以色列都会一直战斗直到胜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外电报道 以色列正在做发射地对地导弹的一个准备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因为可能会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要发动袭击 作为对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一个报复 好 那观察到了 伊朗官员对此表示是有信心的 不担心会爆发地区冲突 尽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伊朗石油部长莫哈默德·帕克内贾德 5号视察了南部阿萨鲁耶天然气田 他对媒体表示很有信心 称他不担心地区冲突 尽管有报道称 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袭击 帕克内贾德在接受伊朗石油部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 他并不担心敌人正在制造的危机 这次视察只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阿萨鲁耶是伊朗最大海上天然气田的主要枢纽 伊朗与卡塔尔在波斯湾共同拥有这一天然气田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也对媒体表示 他并不担心以色列会袭击伊朗核设施 与此同时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称 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 可能在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的袭击中手上 这次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哈希姆·萨菲丁 但伊朗身相组织予以否认 称卡尼没事 最近一直在得黑蓝 据外电报道 美国官员对以色列提出的袭击伊朗目标的建议仍存在分歧 美国总统拜登反对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 后来他也表示反对袭击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 这导致一些分析人士猜测 美国政府可能在暗示 倾向于以色列打击伊朗的军事基地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防卫室 张开里玉穆森 德黑蓝报道 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从贝鲁特转抵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 对叙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在访问期间阿拉格奇就表示支持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停火协议 那么如果说以色列选择要将局势升级的话 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回应以色列 来看本台驻大马士革记者发回的报道 当任伊朗新外交之后 阿拉格奇5日受此到访苏利亚 在访问期间阿拉格奇与苏利亚总统阿萨德 就地区的最新局势进行了会谈 巴嫂阿萨德总统签调了苏利亚和伊朗之间的战略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在应对威胁区内的挑战和威胁方面的重要性 在会谈后伊朗外长召开机制发布会 但签调无论如何伊朗都不会放弃对抵抗力量的支持 一次同时也准备好回应以色列的任何新设计 伊朗外长召开机制 根据伊朗外长召开机制 目前有些去内外的国家 伊提出了在加州和利班园同时停止战争的战争 但这些需要利班园和巴勒斯兰发 都接受这些新设计和战争的挑战 两个问题是我们的批评 第一是我们的批评 第一是我们的批评 到我们的批评 在利班园和利班园 第二是我们的批评 在利班园和利班园 尤其是我们的批评 我们的批评 非常好看待我们的批评 现在的批评 和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 我们的批评 和这些国家和利班园 和利班园 和利班园 在这些国家和利班园 和利班园 在这些国家和利班园 和利班园 在整个中间的批评 开始 一段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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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外长 阿拉格奇 大方 拉格奇 阿拉格奇 强调 伊朗 不会放弃 对境内抵抗力量的支持 他也强调 如果 以色列再次 刺激伊朗的话 伊朗 将会 以更大规模的 回应 来刺激 以色列 佛博士 哈萨巴斯 修里亚 达马什克 报道 伊哈战事一周年临近英国 德国 意大利等国 5号都爆发了示威游行 呼吁停火 而在英国的伦敦 有大约4万名的示威者走上街头 有示威人士与警察发生冲突 15人被捕 在法国的巴黎 意大利的罗马 以及南非的开普敦等地的游行 也都有数千人的参与 各国大规模的集会预计在7号 也就是伊哈战争一周年的纪念石 会达到最高峰 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罗素广场 约4万名示威者高举巴勒斯坦国旗和标语 高呼反战口号 有示威者敲鼓呼吁停战 一些游行组织者曾表示 他们计划将目标对准他们认为 与以色列立场相同的英国公司和机构 包括巴克莱银行和大英博物馆 有示威者对于英国政府忽视以色列在加沙 黎巴嫩等地的暴行 并继续向以提供武器表示不满 示威现场由警察助手 有示威人士试图越过警戒线时 与警察发生冲突 在意大利罗马 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 警方与示威人群发生激烈对抗 有示威者向警车投掷石块和瓶子 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将其驱散 现场十分混乱 约6000名示威者不顾意大利内政部此前发布的 尹哈战争周年纪念日游行禁令 聚集在奥斯廷赛广场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意大利内政部部署了1500多名警察 并在主要街道上设置了检查站 以确保安全 在法国巴黎 超过3000名示威者从共和国广场出发 开始游行 为加沙和黎巴嫩声援 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有居住在巴黎的法裔黎巴嫩人表示 担心地区战争 并且战争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 甚至以色列人都没有好处 而在德国柏林 超过1000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参与游行 示威者高呼 解放巴勒斯坦 解放黎巴嫩 解放加沙的口号 举着拒服巴勒斯坦国旗 经过盛民党总部 有亲以色列的示威队伍 在警察护送下行径 并高呼声援以色列的口号 他们举着写有 停止粉饰反游主义等标语的横幅 抗议哈马斯 另外 有亲巴勒斯坦示威者 与警方发生冲突 现场混乱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希腊雅典 南非开普敦等地 同样爆发挺白反映示威 在尹哈战争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预计美国 智利等国 都将举行一周年纪念的示威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尹哈冲突爆发一周年 将近被扣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 他们的伤痛还没有痊愈 而以色列政府 也正在为哈马斯 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 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做好准备 美国媒体指出 哈马斯无意达成 停火协议 也希望以色列卷入更大规模的战争 减少对加沙的注意力 让哈马斯重整旗鼓 在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士兵5号投掷闪光弹 驱散自己的巴人 有巴人指 住在西岸定居点的犹太人 以石头、棍子向多名巴人施袭 很多农夫是在田里遭到袭击 尼哈冲突爆发一周年 迄今未有缓解迹象 以色列全国多地继续举行示威 要求释放人质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 发表全国讲话 指人质家属仍然活于恐惧之中 赫尔佐格将在7号主持追悼会 而总理内塔尼亚胡 预计当天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以防也正为哈马斯可能在这段时间 发动新一轮袭击做好准备 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指 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根本无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地面行动后 中东局势升级 报道指辛瓦尔选择袖手旁观 希望以色列卷入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并将军事交点由加沙转向伊朗 和黎巴嫩真主党 给哈马斯重振旗鼓的机会 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 中东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 对乙军构成压力 会分散以色列对加沙的注意 转移到其他战线 报道说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正在放缓 乙军目前仅在加沙保留了几个阵地 而黎巴嫩南部的战事 已经证明对以色列来说是困难的 如果战斗持续激烈 以色列将面临多条战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还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许多佳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 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就中朝建交75周年互聚贺电 朝中社报导金正恩表示 75年来两党两国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 坚受住历史考验和挑战坚定未来社会主义一条路 那坚定走来的社会主义一条路 那么继承和发展朝中友谊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朝方将为巩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做出努力 而朝方也希望中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 不断取得新成就 而另外一方面在回答美国总统拜登是否有向中方致国情喝点的提问时 中国外交部在5号表示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致点国家主席习近平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而拜登总统在贺电当中表示 直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 他仅代表美国人民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表达祝贺至以最美好的祝愿 在关心美国大选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5号 是重返遇刺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勒特来造势 而现场安保也随之加强 特朗普的对手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同一天也前往了关键摇摆州 北卡罗莱纳州勘察飓风海伦尼的灾情 特朗普重返巴勒特现场的气氛很热烈 6点11分也是他在7月13号遭受枪击受伤的一刻 全场默哀并且想起四下的钟声纪念在枪击案中受伤的四个人 就包括特朗普自己 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 知名的企业家马斯克也一起现身 而机会的现场安保很森严 有数名的狙击手就在屋顶待命 同时也有无人机巡视 特朗普的对手哈里斯5号抵达 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来看灾 北卡州的州长库珀前来迎接 而哈里斯随后也会见当地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官员 评估海伦尼所造成的损失 而无战事方面 乌军是说到了 在5号提到 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战斗机 乌方表示 俄军有一架战斗机 当天是在顿涅茨克州的城市 康斯坦丁尼夫卡的附近被击落 画面里看到被击落的飞机的机翼上面 是有俄罗斯的空军标志 大部分的飞机碎片已经是烧成灰烬 有一些残骸还在冒烟 调查人员在现场勘察飞机的残骸 这次的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飞机坠落在居民区内 周围几座的私人房屋也因此被毁 乌克兰的官方媒体5号指出 俄军在沃夫昌斯克的附近部署 多个摩托化的步兵师等部队 有迹象显示 俄军将会在哈尔科夫州的北部 要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 来看我们记者发自顿巴斯的现场报道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顿巴斯前线 我们来观测一下特别俄乌两军 在这个区域的目前的军事的态势 我的身后呢 这就是车臣阿和马特的特战部队 现在他们正在站前进行一个动员 我们特别关注着在顿巴斯前线 乌克莱达尔托列茨克方向的 目前这种军事态势的进展 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在这几个方向 军事的态势 10月5日 俄罗斯军队继续向顿尼茨克市西部推进 当天俄军前子发布的地理地位显示 俄罗斯军队最近沿着马克西米里亚尼夫卡东南部 奥斯特里夫斯克以东 霍斯特雷以西的特拉夫尼街进行推进 俄军占领了该定居点 据报道 俄罗斯第八集团军 第二零罗布斯 33摩托化步兵团的部分部队 正在库拉霍夫方向作战 当天俄军在持续的战斗中 推进至托列茨克南部 当地时间 10月5日 所发布的地理定位显示 俄军已推进至托列茨克市南区西域的聂利皮夫卡 俄军坐标位于托列茨克东北部的达赫内附近 以及托列茨克西南医的 波克罗夫斯克发动进攻 但战线没有发生变化 周六 扎波罗热州西部的拉伯蒂诺西北裔的马里 谢尔巴基斯特普诺西尔斯克南部的卡缅斯克 拉伯蒂诺北部的诺沃达尼利夫卡等地的阵地站 仍在继续 周六的当天 乌克兰霍尔地恰集团军发言人沃洛森表示 俄罗斯军队正在准备突击的兵力 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在扎波罗热州西部开展进攻的行动 但乌克兰军队尚未在敦巴斯地区的南部 发现俄军大规模兵力和装备的集中 俄军分析家等观点 在进入今年冬季之前 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提前数月以为正在进行的冬季战役做好准备 并为该行动积累了作战储备和资源 在兵员动员上 俄罗斯军队的目标是建立数个新的作战集团 目前在这些方向上为动用的作战储备多达10万亿人左右 俄军事专家的观点指出 在今年秋末找冬季 俄军已加强了对顿巴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和顿尼茨克州西部的进攻节奏 俄军更有可能继续减少在前线低优先级的地区进行军事的活动 马林卡东北方向顿巴斯中线的进攻规模也将继续加大 立西苍斯克以西等方向的节奏将减速 和军事专家认为 叛名战场作战方向的大兵团战役的发展 这主要决定战略预备队部署的走向 据报道 目前俄罗斯军队已将其计划的作战预备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已经投入到顿尼茨克中线和哈尔科夫州北部的进攻行动 这也表明这些地区将是今年入冬之后的俄军优先的作战的地区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4号是在全球政治中的洛斯杂志撰文提到 对抗和霸权主义不能解决任何全球的问题 拉夫罗夫就认为对抗和霸权主义只会人为地遏制建立多极世界秩序客观进程 而多极世界的建立也需要以大小国家的权力平等 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来为基础 拉夫罗夫也指出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国家现在更渴望充分的参与国际的议程 而这个趋势在西方也逐步的摧毁自己建立的全球化模式下 更具现实意义 那拉夫罗夫也提到上海合作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等亚非拉地区的国际组织 作用正在加强 马上会有更多焦点待会见 接下来看到是国泰航空在5号有一架从香港飞往纽约的CX840航班 在中途疑似因为发生了突发事件 在日本的时间6号的凌晨 紧急降落在日本雨天机场 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指出 机上有乘客因为突发性的疾病 所以被降东京 画面你看到是航班的动态资料 就显示事发的航班在5号下午起飞 原定是纽约的时间5号的晚间会抵达 在中途飞行到北海道东部台域时突然折返 之后紧急的降落在雨天机场 怀疑是遇上了突发事件 我们接获机上乘客的消息说 机上是因为有乘客突发疾病 而同机的乘客有人会在东京住一晚 第二天再出发 澳门方面的消息 今年当选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 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表示 正在从多方面的努力 要打造澳门成为演艺之都 也期待在明年的文化外交活动中 展现澳门深厚文化实力 和中西汇彻的魅力 澳门当选2025年东亚文化制度的受牌仪式 走越中在日本京东举行 社会文化市市长欧阳瑜 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 接受名牌 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在专访中表示 澳门获得这项虚荣基于澳门深厚的文化籍 中西文化教会的成果 以及政府长期对文化发展的重视 我们特区政府怎么去重视我们文化的发展 在一个这么深厚的城市里面 我们也是大力去推动我们很多文化建设 文化旅游体育的城市 不同的节兴艺术节 中普文化艺术节 其实全部都是借助我们一些文化的活动 是和不同的地方 是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文化交流 梁慧敏说 今年推出了多项文化盛事 当中有不少是第一次举办 这些国际新的品牌活动 或社会各界和旅客欢迎 有助发展澳门文创品牌 除了我们每一年 我们礼行的一些大兴 在三月份 我们有一个第一届的澳门国际喜剧节 都有我们第一届的澳门国际短片节 当然还有一个都很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在三月份举办的国际幻塞大床日 澳门的艺团都很期待和很着弱 加上我们今次也邀请了很多外国的团体来 所以大家都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里面 那天我们感觉到全城都很热闹 梁慧明认为 特区政府有责任利用好澳门的自身优势 发挥作为东亚文化制度的作用 明年当局会在品牌活动里增添中热行元素 扩大与其他文化城市的交流 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澳门的文化实力 梁慧明表示 中央出台多项会澳政策 包括优化内地居民来澳 从事演艺活动的签证程序 为澳门演艺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富凰卫视程能领专门报道 根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统计 在5号经由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车辆 首次是超过了2万辆次 也创下大桥开通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而数据也显示10月1号到5号的一个期间 我们看到港珠澳大桥的珠海公路口岸的监管出入境的车辆达到9.3万辆次 也比去年同期增长56.38% 那么其中进出港澳单排车的数量是超过了5.63万辆 同比增长73% 边检站的负责人就表示了 港澳的这一个港珠澳大桥 我们看到是澳车北上以及港车北上的政策落地 是推高口岸出境客车车流高峰的因素 那边检站将会加强与各部门应急合作 及时的增派警力 要全力的保障旅客在高峰期顺畅通管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印度外长苏洁生在4号访问斯里兰卡与迪萨纳亚克总统所领导的新政府进行会晤 印度外长苏洁生10月4日上午抵达科伦坡进行政室访问 与迪萨纳亚克总统领导的新政府举行会谈 这是迪萨纳亚克赢得9月21日总统大选后 到访斯里兰卡的首位外国高级政要 苏洁生败会了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 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合作 苏洁生转达了印度总统穆尔木和总理莫迪对迪萨纳亚克的祝贺 双方讨论了如何深化现有合作 增强印私关系 造福两国及地区人民 苏洁生在与斯里兰卡外长维基塔赫拉特的会晤中 讨论了经济与发展 社会保障 文化 地区和多边论坛合作 以及渔业等领域的合作 赫拉特对两国良好的双边合作 以及印度对斯里兰卡经济支持表示欢迎 苏洁生祝贺斯里兰卡外长旧时 并表示印度将继续支持进行的经济复苏 此外 苏洁生还拜访了斯里兰卡总理阿玛拉苏里亚 前总统维克拉玛辛哈 反对党领袖普雷玛达萨 会面结束后 苏洁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 很荣幸与迪萨纳亚克总统会面 根据先前思媒报道 迪萨纳亚克总统领导的政府 决定森查印资联通项目 以及斯里兰卡北部 由阿达尼集团投资的电力项目 并将在11月14日议会大选结束后 下届议会召开之前做出最终决定 苏洁生还代表印度总理莫迪 邀请迪萨纳亚克总统 在双方方面的日期访问印度 首访印度是斯里兰卡总统的惯例 霍华卫视杨诗员 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 泰国旅游以及体育部5号发布消息说 在泰国的知名旅游城市清迈 正遭遇到5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 有多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受到严重影响 500多名的各国游客一度被困 近期清迈多个地区发生洪水 清迈市区的平河水位持续上涨 平河在青光桥的监测站的水位达到5.2米 超过4.2米的危机水位 且水位仍在持续上升 急促的水流冲倒设置的沙带 导致多个区域被淹没 当地居民反映 这种情况在多年中从未见过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表示 平河沿岸的几家酒店 有游客因大水淹没道路而无法外出 而且通讯设备出现问题 无法与外界联系 当局为自由几家酒店的 500多名各国游客提供援助 动用水上交通工具帮助这些游客撤离 当局呼吁留在清迈市的 其他各国游客尽快撤离 如果游客需要前往机场 旅游警察将在洪水区域提供接送服务 另外 著名景点大象自然公园被洪水淹禁 救援人员及志愿者5号 继续将园内的大象以及其他动物 转移至安全地带 公园创办人蔡勒表示 洪水水深达5米 几乎到达了屋顶 难以估计有多少头被困水里的大象能存活 洪灾发生后 许多志愿者都敢去帮忙 包括专业的寻向人协助安抚受尽的大象 泰国副总理韦寨耶猜4号表示 至今已救出117头大象 仍有9头大象需要协助 不过当地媒体就报道称 对少有2头大象被洪水淹死 仍有70头下落不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韩国一年一度的首尔国际烟花节 5号的晚间在如一岛 汉江公园登场 不过期间由于说河岸是发生了一场小火 一度让活动暂停 正当民众在汉江公园欣赏 璀璨的烟花点亮夜空之际 发生这个插曲 消防员接报指出 在会场的河岸有火警发生 活动也一度需要暂停 直到消防员将火警给扑灭之后 烟花节的活动才再度的恢复举行 火警的原因还不清楚 而首尔的国际烟花节 从2000年第一次的举行 之后也成为每年一度的盛事 在今年预计观看人数 也超过了100万人次 许多人更是在午夜 就开始在外面露营 要争抢最佳的观赏点位 好 体育赛事方面是中国选手 郑清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半决赛 是以3比6 4比6不敌捷克的选手 穆霍娃无援决赛 而穆霍娃将会与美国的选手高福 争夺冠军 紧接着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刘德华刚度过63岁生日 正在澳门举行寻唱 共精选了近30首歌曲 串联起刘德华出道以来 所经历的重要时光 演唱会上 刘德华以一身蓝白色 帅气西装造型登场 近显天王风范 谢谢你们陪着我走这条路 谢谢你们 陪我寻找每一个梦 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香港男团Miro成员一眼陈卓贤 最新演出的电影安排年底上当 片中他试验年轻版的正一剑 他自己也很开心 我很开心 而且因为他真的很友善 本身是一个大哥哥一个前辈 但是是超级平易近人 因为我们一起拍的 尝试不算太多 因为我们在饰演他的少年版 但是有时候开工的时候都会见到 都会聊几句 他很照顾我们后辈的一位前辈 当然很喜欢他的歌和他以前的电影 所以是很奇妙的 很兴奋的 我都很期待这部电影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同学感谢您加入 取锁定我们各界新闻